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虽然弱肉强食 也不乏一些动物父母奉行忧伤劣汰的法则 对孩子不管不顾 有些甚至会化身为筷子手或吃掉自己的孩子 但大自然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的多样性 有残忍的动物父母自然也有真爱孩子的动物父母 他们深知大自然危机四伏 所以会拼尽全力保护动物幼崽 坚单起喂养、照顾及教导的责任 将孩子护在女翼之下 直到动物宝宝有能力独当一面 今天五件小事 带你去看看动物父母们的育儿方法 大象是群居动物 像群以成年母像为首领奉行母系制度 因此母像在像群中具有极高的地位 且在挑选伴侣时十分挑剔 怀孕极其不易 大象妈妈一般一次只能孕育一只小象 怀胎大约两年的时间 再加上生育间隔 母像一生中最多只能生十二胎左右 所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对整个象群来说 是头号大事 毕竟得来不易 极其珍贵 大象宝宝 关乎整个家族的延续 自大象宝宝 呱呱坠地 他就受尽万千宠爱 整个族群的女性亲戚 会给予他最温暖的呵护 据说刚出生的小象 视力极差 几乎也忙 小象也无法好好控制 他们赖以为生的鼻子 为了让小象尽快适应生存 整个族群的长辈 会教导他在野外生存的技巧 怎么辨别可食的食物 如何找到水源 规划路线等 来保证小象的生存率 因为大象的生存策略 就是低生育率高生存率 宁可少生 也不愿生命被肆如炒戒 是可以随意牺牲的存在 另外虽然小象 在被生下来的几分钟后 就学会了行走 然而幼年体弱 终究局限了他的速度 这时母象 就会调整族群移动的步伐 来迁就小象 而且为了抵御天敌或危险 一般象群迁徙时 都会将小象 护在最中心的位置 要是小象的母亲 不幸离世 其他女性亲戚 也会收养小象 可见大象是一个温讯 有爱的家族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小象一定非常幸福 伊瓜苏大瀑布 伊瓜苏大瀑布 位于阿根廷与巴西边界交界处 是世界上最大最宽的瀑布之一 高82米宽4000米 然而人们能不时看见一种鸟 大乌羽艳 经常破瀑布而出 是什么原因让只有长18厘米 重60克的大乌羽艳挺而走险呢 为了生存 大乌羽艳和其他生活在伊瓜苏 国家公园的其他鸟类相比 无论是在体型上 捕食手段 以及繁殖习性上 都处于劣势 大乌羽艳主要是以蚊虫为食 瀑布上空的气流 能够把蚊虫送入高空 极大方便了它们 捕食变得轻而易举 通过瀑布水势的便利 它们甚至能够将蚊虫团成球状 将食物带回草雀喂养幼鸟 另外大乌羽艳繁殖艰难 一次只能产下一颗蛋 幼鸟是被极度争食的存在 要是不幸被其他天敌吞食 那对大乌羽艳来说 简直是灭顶之灾 因此伊瓜苏瀑布是一道天然避障 能够帮助大乌羽艳躲避天敌 天敌的危险激发了大乌羽艳的潜能 让它们适应了凶险的生活环境 在六个星期大的时候 大乌羽艳幼鸟就能展翅 飞翔成为伊瓜苏瀑布的新一代领主 鱷鱼一直以凶猛的形式示人 面对猎物 它会毫不留情地亮起自己的獠牙撕咬 凸显自己一方霸主的气势 令其他动物奔风丧胆 莫敢来犯 但面对自己的孩子时 它却会收起锋利的牙齿 小心翼翼地将孩子喊在口中 百炼钢化为绕指揉 温度会决定孵化中的鱷鱼性别 为了平衡小鱷鱼的性别 母鱷鱼会将蛋分批埋在不同温度的泥土中 故事还没结束 母鱷鱼并不会一走了之 任由小鱷鱼自身致灭 为了保护胃破壳的蛋 母鱷鱼会在草屑附近 手上三个月左右 当小鱷鱼发出声响 破壳而出 母鱷鱼就会迅速将小鱷鱼尝到口中 这是因为刚破壳的小鱷鱼非常脆弱 经常被其他动物觊觎 母鱷鱼通常一次可将15只小鱷鱼放入口中 运送到安全的水域中 在这片水域里 母鱷鱼会尽其所能教导小鱷鱼捕食的能力 直到小鱷鱼能够独当一面 扫荡所有阻碍 成为新一方水域的霸主 大多数青蛙产下软后便会弃之不顾 然而它们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无情 有些热带青蛙尽管不顾自己的孩子 但它也会尽力为后代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一些热带青蛙会分泌出一些壮饰泡沫的物体 包裹着软团 这些泡沫能够为软团提供氧气 同时使它们免受疾病及真菌的侵害 在时机成熟后 小蝌蚪就会冲出泡沫滑落水里 除了这层保护外 小蝌蚪是否能安然孵化就全靠天意了 但有些品种的青蛙却是例外 它们对自己的孩子有着极强的保护欲 例如雄性非洲牛香头蛙会在繁殖下一代后 守在那一片水域避免小蝌蚪被天敌捕杀 当小蝌蚪存在的水域干涸 青蛙爸爸会开辟新路径将活水引入干涸的水域 又如雌性红眼树蛙会将卵铲在银币的叶子背面 红眼树蛙在卵中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有着敏锐的触觉 要是受天敌威胁 红眼树蛙会提前孵化催化成长来躲避天敌 另外达尔文蛙会将卵铲在草湿的地面上 雄性达尔文蛙会在卵团旁手上二到三个星期 直到卵团孵化成小蝌蚪 这时青蛙爸爸会把小蝌蚪吞到生囊中孕育30个星期左右 才将它们从嘴里吐出 此时小青蛙才致食其力 苏利南蝉蛙和达尔文蛙类似 在繁殖期间 雌性苏利南蝉蛙的背面会变得如海绵般柔软 一个个凸起像是小蒙古包 这里将会是小蝌蚪的温床 直到化身成为蝉蛙后才会破小蒙古包而出 所以苏利南蝉蛇又称为父子蝉 有的青蛙甚至会在狄袭时奋力搏 如影片中的雄性青蛙在发现 黄蜂想要捕食青蛙卵后 与之搏斗 它与生作为诱饵 将背面展现给黄蜂 不拒黄蜂足以将它击毙的毒素 它在身上的花纹与青蛙卵高度相似 足以以假乱针捆摇了黄蜂 将威胁消敏于一场无声的硝烟中 北极熊采取异夫夺旗帜 一般会在春天交配 交配后熊性北极熊就会离开 而雌性北极熊则刚进入漫长的认成期 北极熊的孕期为8个月左右 一次可产下两只小北极熊 一般会在12月产下小北极熊 在进入冬季前 北极熊妈妈会寻找一处封闭的洞穴冬眠 因为刚出生的小北极熊皮毛很薄 难以抵御眼冬的寒冷 此外北极熊妈妈还会四处逆食 将体重增质300至400磅左右 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脂肪来生产奶水 给北极熊宝宝喂食 用厚重的皮毛温暖北极熊宝宝 而在此期间 北极熊妈妈会在洞穴内不吃不喝 好几个月一心一意照顾孩子 所以需要足够的脂肪来支撑他的能量消耗 要是北极熊妈妈的体重低于200磅 瘦精卵会重新被母体吸收 因此体重是北极熊妈妈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孩子 提升孩子生存率的重要关键 4至5个月的哺乳期结束后 北极熊妈妈就会领着幼崽出外捕猎 教导他们如何在严寒下生存的各种技巧 在这两年内 小北极熊仍是依靠妈妈的头位 直到两岁后 小北极熊成年自立门户 你还知道哪些保护欲超强的动物父母吗 记得在家里面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订阅几个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 记得订阅哦 旺盗充 天国门 永远 可 不要 Should 想 Sem internal 背